金羊 外柔内刚 坚持原则 出生于已未年的属羊之人 就是五行占金之羊 金羊每六十年出现一次 最近两个世纪出现金羊之人的机会 共有三次 分别是1955年 2015年和2075年 其他时间按照轮回时间 可依次进行类推 传统属相学认为 金羊之人心地善良 有志气 有责任心 总体而言是个外柔内刚的人 他们喜欢按部就班 按既定计划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们注重原则 讲究信意 有时 他们会过分坚持自己的原则 欠缺变通能力 显得太过固执 其实固执并不是好品质 容易与领导产生矛盾 和同事相处不融洽 因此 应当把握好坚持原则和变通之间的分寸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 又不失灵活和变通 在工作方面 金羊之人适合专攻一项技术 这样容易出成绩 通常来说 尽管他们的工作比较辛苦 但所获却很少 究其原因 这与他们紧张的人际关系 有很紧密的联系 因此 他们应该学会忍让和埋头苦干 在爱情方面 金羊之人太过缠绵 甚至到了拖泥带水的地步 有人评价说 他们谈恋爱时 是一进三退 这不无道理 他们的缠绵 有时还很像是多情 即使他们认为 目前的爱情不是自己想要的 也不会当机立断地结束 反而会觉得难舍难理 总之 如果真的放不开 那么就要有所表示 不能犹豫不决 反受其害 在经济方面 金羊之人的财运四平八稳 一般来说 金羊之人的财运 有如下三种表现 第一 财运突然好转 第二 赚到的前一年多过一年 第三 手头刚刚有了盈余时 就会出现破财的情况 因此 手头有了盈余时 不妨做一些 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 牧羊 和矮有礼 是必公亲 出生于鬼未眠的属羊之人 具有五行之中 牧的特性 天干地支六十年一个轮回 牧羊也是六十年出现一次 二十世纪 牧羊出现了一次 是在一九四三年 二十一世纪会出现两次 分别是在二零零三年和二零六三年 其余出现年份 均可按照循环时间进行推算 牧羊之人的性格和蔼可亲 待人有礼 富有同情心 肯帮助朋友 人缘颇家 只是家里没有能够帮助他们的人 因此 凡事必须亲力亲为 他们非常诚实 是很好相处的人 传统属相学认为 牧羊之人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他们能够同时应付 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圈子 而且 除了他们本人之外 这两个生活圈子的人互不认识 此外 他们也有一些权力欲望 但这是可以控制的 事实上 他们只是喜欢权力罢了 并没有掌权和专权的打算 他们最专横的地方 不过就是喜欢教育别人而已 在工作方面 牧羊之人的运气 并不是特别好 他们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由于个人能力出众 因此 总可以很好地解决困难 在爱情方面 牧羊之人不喜欢欺善 更不喜欢看别人的脸色 因为他们本人总是微笑着的 他们常常独自居住 如果他们已经结婚了 就会变成婚姻里的孤独者 他们的夫妇感情稳定 任何一方都不愿背叛对方 在他们看来 即使这个世界真的存在第三者 也无法插入他们夫妻之间 在经济方面 牧羊之人的运气实在不好 大体上呈现先往后衰的趋势 因此一定要懂得适可而止 见好即收 他们不适合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 而是应该把钱存起来 以防出现经济危机 水羊 责任感强 舍己为人 出生于丁卫年的蜀羊之人 五行战水 60年才会出现一次具有水命的蜀羊之人 离我们最近的水羊出现年份 分别是1967年 2027年和2087年 其余年份可依照按轮回时间进行推算 传统蜀相学认为 水羊之人在少年时期生活辛苦 劳而无惑 挨中年时事业 家庭和财运趋于稳定 晚年时生活安乐 寿比南山 现在的蜀相观点进一步分析认为 水羊之人性格温顺 沉稳低调 重义气 有责任心 他们颇具艺术天赋 大多在幼年时就得到了良好的栽培 能在音乐 绘画和工艺领域获得一定的成就 在事业方面 他们的先天运气很好 后天优势也很明显 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事业心 在工作中 他们虽然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只要按部就班 就会获得满意的成就 进而得到领导的赏识和重用 总体而言 他们适合在技术行业 或研究机构工作 在人际交往方面 他们热心而重义气 又有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 因此很有人缘 有很多朋友 不过 由于他们处处为他人着想 忽略了自己的得失 因此有时遇到坏人时 难免会吃亏 在经济方面 水扬之人的财运起伏不定 因此他们需要处处小心 以免陷入经济困境 不仅要小心谨慎的理财 而且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投资 规模过大的投资 也尽量不要参与 此外 有钱也不能显露让人知道 以免被人偷盗 火羊 温和整洁 耿直一气 出生于几位年的属羊之人 五行战火 六十年出现一次火羊 最近两个世纪 共有四次出现火命属羊之人的机会 分别是在1919年 1979年 2039年和2099年 其他出现年份 可根据循环时间进行推算得知 传统属相学认为 火羊之人在少年时生活辛苦 直到中年以后 才能过上舒适富贵的生活 现在的属相观点 进一步分析认为 火羊之人性格耿直 但又不失温顺 因此在爱情 婚姻 事业和人际交往方面 都有好的运气 在人际交往方面 他们讲义气 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肯为朋友两肋插刀 因此很有人缘 朋友很多 只是他们的性格比较主观 很情绪化 有时候比较固执 因此 虽然可以与朋友和睦相处 却不适合跟朋友合伙 开创事业 在事业方面 他们只能固守在原有的基础上 很难进一步扩张 如果逐步扩张的话 阻力会更大 不过 火羊之人 天生就适合在逆境中生存 只要坚持下去 局面总会出现转机 有时 随着工作量的加大 压力也会相应的加大 但他们不必为此担忧 因为在关键时刻 他们总会得到别人无私的帮助 任何困难都能解决 火羊之人 不论男女桃花运都很旺盛 异性缘都很强 需要注意的是 切记不可滥情 在经济方面 火羊之人的财运比较反复 起伏很大 不过 他们时常会得到贵人的相助 或是得到一笔意外之财 此外 如果有了多余的钱 火羊之人 可以考虑 投资能够长久保值的物品 以防意外的破财 土羊 公正耿直 没有心机 五行战土的 鼠羊之人 出生于新卫年 土羊60年出现一次 20世纪的1931年 第一次出现 具有土命的鼠羊之人 第二次是在1991年 土羊在21世纪 只有一次出现机会 是在2051年 其他出现年份 可按照循环时间 依次累退 传统属相学认为 土羊之人的属相 十分有福气 一生都有贵人提拔协助 不论是学业 事业 还是爱情 婚姻都不会遇到 特别大的困难 称得上是平稳安乐 现在的属相观点 进一步分析认为 土羊之人个性耿直 口快心直 性格公正 在人际交往方面 他们有着优雅的外表 和高尚的情操 因此颇有朋友一缘 再加上他们对朋友 十分坦诚 因此有很多知心朋友 堪称朋友变天下 唯一的缺点是 他们的情绪不够稳定 容易生气 有些人会认为 他们难以接近 并由此错过了 进一步了解 他们的机会 在爱情方面 土羊之男的运气 要好过土羊之女 他们异性缘较强 很有桃花运 在经济方面 土羊之人的财运 可谓普普通通 如果稍不谨慎 就有可能陷入 经济困境之中 因此 在决定投资 某个项目时 一定要谨慎 稍有收获 就要见好就收 千万不可心生贪念 导致血本无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